12月9日,在江西省南昌市万寿宫街区附近的一个小巷内的工作室,一位留着长白胡须的长者正用一把小铁锤和一根小鑿钉在一个红色瓷盘上不断敲击,伴随发出清脆的当当声,经过锤打,精致的线条和花纹在瓷盘上逐渐显露出来。 这就是南昌市飞仪豫章克词的制作。 李强是豫章克词第五代传承人,他告诉记者,豫章克词是即绘画、书法、刻露于一身,即笔、墨、色、刀为一体的艺术形式。 豫章克词又称右上克词,是中国特有的传统陶瓷装饰艺术,起源于北京天府影工艺学堂,形成于江西景德镇,派身流传至南昌。 年逾七旬的李强从16岁开始学艺,最初学的手艺是做金属雕刻,后来, 他在完整传承父辈刻词工艺的基础上,将金属雕刻的记忆与刻词记忆有机的结合起来。 由于瓷器本身的特质,进行刻词制作时,必须全神贯注,一旦失误便很难修正。 静观李强的刻词作品,如同使用水墨在宣纸上作画一般流畅,层次清晰分明。 通过指尖触摸画作的细微之处,又能感受到瓷面上留下的凹凸质感。 通过基点呈现,基线呈面,最终成画,逐渐其用刀如笔的深厚雕刻记忆。 这个刻词呢,我用的主要工具呢,是我们这个是,以前是金刚钻的,我们刻的工具呢,主要是这个工具。 这个工具前面呢,焊有合金头的,焊接成的,把它摸接,摸接的,从过这个点撞,来表现我们的艺术。 最难掌握的就是什么呢,刻诵光影,就是一种作品,刻诵的有光的感觉,有立体的感觉,这个是比较有难度的。 经过四十多年的钻研打磨,李强除了自己对刻词记忆不断精益求精之外,也更希望能够将这项记忆进行传承和发扬。 这个艺术和这个技术和技巧,确实要做,对我的人生要有感悟,所以我要把它技术传承和发扬下去,但是我希望广大的年轻人,特别是学美工的人,要认可,来探索这个东西,希望来做好接班人。